蘇州慈濟置業園區 第一次有營隊入住多天 來自長州的民工子弟 慈濟2016年開始關懷 暑假生活尤其重要 以紅豆山之愛為名的人文營隊 避免孩子們不勝偏差 也能讓家長安心於工作 環境要如何保護 工作人員代理學員實作 資源分類 水果酵素每一項都可增廣健文 點心時刻素食有意思 在家我媽媽也會教我吃過面 然後我媽媽也挺喜歡吃甜食的 然後回家也可以幫她做 吃素其實對我們人 人的健康有好處 然後還有是對動物 然後對動物也好 然後對保護環境也好 反正就是三好 生活就是教育 書本裡的常識之事 在體驗中難忘 孩子也能成為人文推廣的力量 大愛新聞 這下美之公江蘇報導